大家好,我是大摇 咱今天要说的是一个铁血硬汉苦练多年 最终成为爵士高手为姐姐报仇的故事 可他究竟是什么人,来自于哪里 最后又是怎么报的仇 下面咱就仇仇这部韩国高分犯罪片 神之一首,回首篇 故事开始于1988年的韩国 铁柱和姐姐相依为命 两个人在围棋高手黄德龙内围棋室 打工混口饭吃 铁柱虽然家境贫寒 但他却对围棋有着一种狂热 在天赋上也是异于常人,无师自通 在打扰房间,于是心生歹念 他假装大方的给了姐姐一笔丰厚的小费 并且热情的问他 想不想让他的弟弟在围棋室免费学习围棋 姐姐善良单纯 以为自己遇到了好心人 于是开心的答应下来 然而一眨眼的功夫 黄德龙就露出了禽兽不如的面孔 没错,他把姐姐侵犯了 而铁柱正巧在窗外目睹了这一切 从这开始,仇恨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 但是他目前还没有杀掉黄德龙的能力 于是他向世明欲为生命的老黄 发出了挑战 想通过赌气打败他 尽管铁柱天赋极高 但他始终只是一个半大的孩子 老黄不费摧毁之力 就打败了铁柱 并且毫不留情的 羞辱着铁柱的不自量力 当天夜里,无法忍受屈辱的姐姐 趁铁柱睡着的时候 在铁窗上吊自杀了 铁柱看到姐姐学良自尽后 悲痛欲绝 抱着姐姐的身体痛哭流涕 同时,他还把姐姐的一颗钮扣带在身边 留着纪念 黯然身上的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 在车站,他不知该去样何方 于是他选择了距离最远的首尔 但不幸的是 他刚一下火车 就被两个社会无赖痛打一顿 并抢走了仅剩的饭钱 走投无路的他 经过了一家骑士 决定用身上最后的一个铜盘赌一把 而对方是一位留着秃顶五号头的大叔 他刚赢了几盘 心情还不错 就决定哄铁柱玩一玩 此时角落里 一个只有一只手的男人 正默默地看着发生的一切 原来他是一个资深的围棋赌徒 几年前他不慎落败 输掉了一只手 他看中了铁柱的围棋天赋与潜能 此时的铁柱无依无靠 他最需要的就是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而且他想要马上变得强大 打败害死姐姐的黄德龙 于是 一只手把铁柱带到了一处世外桃园 这里住着一位隐世围棋高手 在一只手的严格训练下 铁柱的天赋逐渐被发掘 村去求来 寒来输往 铁柱的棋翼慢慢提高 越来越强 一只手为了更大化的激发他的潜能 就把他关进了一间漆黑的屋子 训练他下盲棋的能力 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与崩溃 压抑在心底的仇恨力量 迫使铁柱爆发出了惊人的潜能 总之就是 黄天不布有些人 铁柱终于在盲棋队役中 战胜了一只手 完成了他的训练 一只手这时看铁柱已经够用了 第一站便找到了一个大叔 结果毫无疑问 在铁柱幕后的操控下 轻松拿下了他所有的积蓄 可铁柱却于心不忍 想把钱还回去 但一只手却斥折他 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的 就算他自己是个坏人 铁柱也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但就在临走时 一个男孩和铁柱对视了一眼 而这个男孩 就是输掉了必生积蓄那个大叔的孩子 输光加当的大叔引火自焚 男孩试图冲击火堆拯救父亲 无奈火吃太大 他只能眼睁上的看着父亲 在烈焰中化为灰烬 而一只手的下一个目标 是釜山最有钱的社会人草哥 草哥这个人 钱多好斗 性情凶狠 越到最后的时刻 就越是疯狂 他赢的不仅仅是奇异 更是气势 不少对手都被草哥搞得倾家荡产 两个人的对异过程中 草哥看出了一只手的伎俩 赢了钱的一只手和铁柱 走在巷子里 他隐隐察觉到了危机 果然 草哥派出了杀手想要杀人灭口 而一只手却拖延住了杀手 让铁柱赶紧逃跑 就在此时 草哥出现了 他紧随铁柱身后 想要斩炒出根 只见铁柱一路狂奔 穿过堆满垃圾的黑巷子 幸好巷子里有一个狭窄缝隙 他刚好可以勉强的挤过去 就这样 紧居在后的草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铁柱逃之夭夭 这次的侥幸逃脱 终于让铁柱明白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必须要懂得生存法则 弱者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 再好的头脑和知识 都是纸上谈兵 于是 他来到了寺庙 开始了闭关修炼 这一次 他练就了如钢似铁的一身肌肉 其一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终于从一个孱弱的少年 成长为了一个强悍的男人 随后 他找到了一只手推荐过的钢带 钢带为人 出世圆滑 八面玲珑 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大小事物 江湖上叫得上名号的社会员 他都认识 于是两个人一排即合 钢带搜罗了一些江湖高手 和铁柱对战 仅仅一天的时间 铁柱便轻而易举 大败各路高手 可迎来的钱 他却分文不取 全部送给了钢带 紧接着 铁柱终于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 他打算去两个地方 首先是一个神秘的巫师家里 准备取回一只手 输给巫师的那条断臂 毕竟一只手 对铁柱常有养育之恩 所以他的仇人 就是铁柱的仇人 而这位巫师的邪气很重 他在赌气中 从来不赌钱 只赌手臂 谁要是输了 就要留下自己的手 虽然赌博这么多年 但他的双手却依然健在 从这咱们也能看出他的实力 随后两个人开始对异 巫师拿出了两盒近乎透明的棋子 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出分别 所以说 在对异之中 千万不能分心 否则就会迷失在棋盘之中 而这个巫师 仿佛清楚地知道 每个人心中的秘密 就算从未谋面的铁柱 也逃不过他的发眼 在对异中 巫师不断地干扰铁柱 而铁柱也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 这时 巫师见铁柱心智已乱 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可哪成想 铁柱刻骨修炼 早已人其合一 紧接着 他使出了一招神迹 在落子千军之后 大然地转身离去 巫师注视棋盘良久 也知道自己输了 于是 就斩断了自己的着手 也算是条汉的 与此同时 当年目睹父亲自焚的男孩 如今已经化为复仇使者 前来寺庙寻找铁柱报仇 但他从隐氏高手的口中得知消息 原来一只手早就死了 而铁柱也离开了这里 于是 他把所有的仇恨 都转移到了隐氏高手的身上 两个人展开了 既分胜负 也决生死的对局 但最终 隐氏高手不但输掉了棋局 还让他给弄死了 而此时 在刚那儿的帮助下 铁柱找到了 当年对他痛下杀手的俯山草哥 如今的铁柱身强体壮 武艺高强 三下五除二 给杀手一顿壳 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杀手也是口吐鲜血 落荒而逃 第二天 铁柱与草哥正式展开博弈 不出所料 草哥连连败北 在铁柱让他两个棋子的情况下 他却依旧落败 不甘付出的草哥 最终输掉了所有的财产 虽然这样 但他还是不甘心 他决定与铁柱对弈赌命 而铁柱也答应他 让他三个棋子和他对决 于是 两个人在铁柜之间 展开了精彩的对弈 对于输的一方 要甘心坐等列车创死 但以为有三子之差 势在必得的草哥 却还是一败涂地 其实铁柱也并不是非要弄死草哥 他给了草哥两个选择 那就是生命和名誉 但草哥最终还是选择了生命 就在列车即将撞向他的一刻 草哥跳下了轨道 挂在了桥边上 此时他命悬一线 求生的本能使他屈服 他哀求铁柱救他一命 铁柱也是不计前嫌 把他从桥上救了下来 而另一边 曾经的黄的龙 已经成为了一代大师 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他可以同时和20名职业选手对弈 并也拿下了全胜的战绩 因此他也被人们尊称为 最接近神的存在 这时铁柱找到了老黄 把当年的事 和他说的明明白白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真刀真枪的玩一把 老黄也是不得不答应 因为铁柱 已经让草哥绑架了他的女儿 就这样 两个人定下了一场赌局 老黄会找100名职业选手和他对一 而铁柱只要输掉任何一局 就会释放他的女儿 可铁柱一旦要是赢了 老黄就必须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就在这时 说小不小的 复仇使者 居然找到了铁柱和钢弹的家里 而他对当年的事情也深感愧疚 这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的 复仇使者这会儿没有别的要求 他只想血债血偿 所以两个人的解决方式依然是赌鞋 他们会在特制的棋盘上对决 而天平会根据棋子的重量出动机关 从而杀死任何一方 可没想到在最后一刻 复仇使者虽然投入一颗棋子 但机关却没有启动 他气急败坏地直接手动开启装置 并且打开了控制器 把钢弹慢慢地沉入火中 铁柱万不得已 只好和他展开殊死决斗 在激战中 你来我往 俩人施展了浑身解数 各负重伤 但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掉在半空中的大箱子 突然落了下来 情急之下 铁柱一把推开了复仇使者 当他再次回头 却发现复仇使者早已没了踪影 钢弹也终于得救了 可此时的铁柱已经身负重伤 马上就要参加围棋大战了 他也是来不及治疗 匆匆地包扎了伤口 就赶往了赛场 进来后 铁柱气势如虹 沉着冷静 丝毫不嫌胆怯 并且把姐姐留下的遗物 摆在了老黄的面前 明确地告诉你 我今儿个就是来报仇的 经过与百位职业起手的厮杀 最后的复仇之战 也终于拉开了帷幕 老黄以近神的姿态开始对决 他自信满满 像当年一样 不断地催促干扰着铁柱 然而如今的铁柱 以宝经历练多年 早已不再是那个残弱无助的少年 他经历了无数的痛苦磨练 为的就是在这一刻 走出如神明之指一般的好奇 他把姐姐的扭扣 作为最后一步 落子绝杀 这下老黄彻底懵了 铁柱给了他两个选择 他和他的女儿必须死一个 老黄这时也发现 他在棋牌上的落子 呈现的居然是一个字 原谅我这一生 放荡不及挨下棋 最后却整的啥也不是 可他输的是心服口服 当场就悬良自尽了 而铁柱终于如愿一场地报了仇 就这么的 钢带和铁柱从此各奔天涯 在临走前 还送给了他一个称号 神志归手 故事到这就办事了 这是一部让人欲罢不能的 韩国犯罪片 紧张的剧情 加入了围棋元素 让人倍感新鲜 在复仇与被复仇的循环中 引发了大家的思考 人到底应该怎么火 行了 咱们今天就说到这 喜欢看电影的小伙伴 欢迎转发评论加关注 我是大摇 咱们下期再见